所以我們有一個涼桶操作影片 把剛才說的話再做一遍 好 我們就要準備一個大涼桶 然後還會準備一個滴管 滴管就是要能夠滴滴滴 然後到達精確我要到的位置 OK 精確我要到的位置 好 現在我有一個大涼桶 我想要去倒750毫升 擺在一個水平的擺好的 擺正的水平的地方擺 不要歪歪斜斜的擺 然後我想要量750 我不會一次就倒750 我會倒個730 740 然後再去用我的滴管 開始一滴的往下滴 滴到我要的位置 你看這切了要750 這個是凹下去 所以要看哪裡 看最低點對不對 所以開始往裡面加 好 開始這位大小姐 目光要平視 目光平視 看著她 目光平視 平視她的最低點 然後開始加加加 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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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 就是我們的測量的方式 量筒使用的步驟跟方法 OK嗎? OK 擺在一個平平的水平的 不會歪歪斜斜的地方 你的眼睛要平視 凸起來看最高點 阿阿去看最低點 然後開始要慢慢滴滴滴 滴到他要的位置 滴到他要的位置 上下都是錯的 平才是對的 這樣子 這是我們剛才講過的話 這是我們剛才教過的事情 OK嗎? OK 很好 那就問一個簡單小問題 現在有夾野餅三個人去量 請問你誰的視線才是正確的 他的結果會有什麼不同 他的結果會有什麼不同 我要抽籤 我們要抽個籤 找一位大帥哥 或者是大美女 來 Eleven 11號 11號 來 你的答案 誰還是對的 假一筆你的講義上有圖阿 假一筆誰是對的 帥哥不要亂玩 乙是對的 確定嗎 確定 您做 假呢按照這個圖 假的看起來會偏高 乙的看起來會偏低 我講過高跟低看這刻度的位置有關嘛 然後只有乙是對的 目光平是乙是對的 所以呢 我們答案要選的是乙 乙才是正確的 這個圖裡面 假會偏高乙會偏低 我講過 高或低是跟刻度的位置有關係的 這就是我們 講兩筒的使用 可以嗎? OK